好 大家好 我接下來要講的部分是 我們 對 Homework 1 就是我們的 Phonebook這個程式 做了怎樣改寫 用我們的B plus 3 好 先來簡單複習一下好了 因為怕有朋友不知道 Homework 1的Phonebook是在做什麼 所以快速帶過一下 其實顧名思義他是電話簿嘛 那電話簿要做什麼呢 就是 你要輸入 你想打給誰嗎 然後他幫你找到 他這個人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所以 電話簿程式他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把你所有聯絡人 要 串起來 做一個 排列 看你要用什麼方式 不管像我們今天就會用B plus 3的方式 把他給 建起來每個人名用 把他放到這個3裡 所以就是原本的append 再來就是 我竟然把你整個資料給建好了 建好之後就是要找到說 我要打給誰 那個部分 就是fine name 那對應到B plus 3 就是 這邊 B plus 3的部分就是 會 用set跟get 分別去給予他 做 這兩個工作 好 直接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我們的 字典檔好了 字典檔在哪裡 有 字典檔 字典檔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 這個 握紙 你可以看到他裡面有 各式各樣的 文字 這邊可以看到 欸 三十四萬九千 就接近三十五萬筆的 資料 所以 簡單說就是他資料量很大 那 講到資料量很大就可以想到 欸 啊我們的B plus 3 不是正好可以處理這種 資料量很大的情況嗎 所以就來 改寫一下 改寫我們的 封不可 看到原本的 面檔 好 裡面 裡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部分啊 像這邊就是 為了 地久 就是為了我們的 B plus 3 所寫的 要把 B plus 的 拿進來用 好 直接看 主要工作的部分 在 114行吧 對沒錯 這邊 108行開始 他會把 剛才字典檔的資料 給讀進來 就是這個 fgets 把它讀到line裡面 讀到line裡面之後呢 如果是 照 我們是仿照那個 B plus 3的 tester 裡面的 那個 bench basic 去做 所以就是 一筆資料一筆資料 給他 放進我們的 B plus 3 那當然他有他的問題嘛 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他會luck很多次 欸 這段 可以看我們的hapag 這邊他 如果是一筆資料 一筆資料 換進去他會luck很多次 那 同樣的你可以用 bulk 就是 一樣test檔裡面的示範 用bulk的方式 變成說 我一次讀很多筆資料 再把他 丟進我們的b plus 3 他會 少 欸 減少他luck的次數 那效能應該會有明顯的提升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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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先直接看這個bulk bulk就是說 欸 他的問題是 我剛才看到35碗筆資料 35碗筆資料其實 每一個如果只有寄人名的話 還好沒有很大 可以 我們這邊算一下 我剛才有偷算一下 就是 如果每個資料只寄人名 那他就是 用16個 carat 等於16個bike 然後 乘以35 然後 給他除以1024 除以1024 可以得到 欸 這邊有看到是5.3MB左右 不過 因為你 其實真的電話簿 他不會只有人民 那他可能會有很多資料 或是說你今天 資料不只35萬筆 那如果你這邊再給他 欸 乘以10啊 乘以100啊 其實還蠻佔記憶體空間的 所以 回到城市這邊 我不太可能 應該說 我們不想 把它全部都讀出來 這個 不想 把這個line全部讀出來 記下來之後 才分批 丟給那個 bplus3 去 去 去做建立這樣 所以我們的 方式是 先建一段 空間 就是專門 看我今天 幾筆資料做一次 他就 現在用的是 bukesize 好 我們bukesize用的是 2萬 跟tester 的file一樣 就是用2萬筆資料 那 再 好 回到100 108行 每2萬筆資料 呃 每2萬筆資料 存下來之後 我們才做 bukesize 的動作 把它給 建成 bplus3 同樣 如果你 呃 就是我們如果 我們有嘗試 就是在 這個 wire loop 裡面 放 就每次要用一段空間 就 malloc一段空間 可是就想說 欸這樣的話就會有很大的 overhand在 所以 60行吧 60行這邊 哦有有 60行這邊 我們就先把這個空間給建好 變成說你每次 要取的時候 就直接去取 已經配置好的空間 就不用 malloc那麼多次 這樣 也會有 效能上的提升 做完 2萬次 呃 就是buk的問題是 我今天這個數字 就是資料 數量可能不是 可以剛好 被2萬給整出 所以 最後還要做個檢查 欸檢查說 這邊 看檢查說 到底 我這個 暫存的空間裡面 是不是還有 資料在 如果有的話 一樣要把它 建進我們的bplus tree裡 好 一樣 bplus tree 建好之後 就是要 找到 我們想找 資料在哪裡嘛 所以 一樣 只要 call我們的bpgas 前面 有講解 我們用bpgas 就可以找到 我們資料建在哪裡 所以 我們現在就來 run一次 因為我剛才有 run過 所以 先把它clean一下 清空 然後 有點亂 有點亂 這邊 我們下的是 mod開release release 然後 snappy先關掉 snappy等於0 把它關掉 直接畫圖好了 畫圖的話 它會 所以 我們在這邊 是把bplus tree 哪裡呢 好 我們這邊 bplus tree的部分 只做10次 其他 其他10座 我們都做100次 當然是因為 這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做過 所以知道bplus tree 比較慢 比較慢 所以我們只做10次 不然會等到 天花地牢 來看一下 這個時間看圖 因為它其實會 跑很久 我們會討論 4張圖 就分別是 有沒有開 snappy 然後再來是 用的是 LP thread 或是用的是 p thread 這邊忘記講一個部分 補充一下好了 這個要講 我們一樣有 探討說 看一下喔 回到 字典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字典檔 剛才有看過 就是 字典檔 應該是 叫做 word 對 word 它是一個 有照順序排列 從A一直到 Z 從A一直到Z的 那個 名字 的字串檔 不過因為 呃 我們做 不管搜尋啊 或是 建立 其實它今天 給的 input資料 未必 就是未必一直是有 sort過的 所以我們一樣要探討說 欸 用b plus tree 呃 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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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件b plus tree的話 它的input資料 的順序會 有什麼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來 先把它 給乱數排列 只要下 這樣 只要下 sort檢查 它就會幫你做 亂數排列 欸 可以看到 這樣 它幫 就幫你排列好了 所以 我們就要把它 導入 我們等一下要讀的 b plus tree 的 word 檔例 一樣 好 好 好 那我們回到 我們的 因為 我們要討論的是 今天 呃 它要insert的 element 有沒有收聽 對 這顆tree 就是我們的b plus tree 有什麼影響 其實你可以看到下面 這張圖 這是 用 剛才 就金山大學那個網站做的 我下面是 1到9 然後是照 順序去給它insert 你會發現 它每個node node裡面會存key 它的使用率其實非常低 就是 都沒有塞 就只有塞一個而已 然後上面如果是 亂數 亂數insert 它的 呃 深度會比下面這顆 還要來得 淺 那 其實用 那個什麼 呃 binary search tree 看的話你就可以 知道 就是 如果我照順去 去 insert 那它會一直往一邊 延伸下去 所以這顆tree會變得 unbalanced 這樣 而b plus tree 它因為要讓它 就是 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會產生說 欸我這樣 下面這顆tree的深度 就是它的 input的資料是一樣的 可是深度卻會 不一樣 呵呵 好 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 用封不可做實驗的結果 欸這邊 這邊這邊 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就是 綠色的 這個比較大條 這個是 我們用原先的 Wards 就是 從A到Z 沒有做 欸已經收聽過的 然後紅色這個比較快 是我們把它打亂之後 打亂之後的效能真的有比 就是 照順序 去 音色的效能還要高 雖然就 就是 就這個實驗而言 它只有 快了0.07秒 沒有很明顯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 實驗 的結果 先 記結論 就是 在Snappy 有沒有開 的 條件下 它會影響我們的 效能 就是 B-Plus-Tree 它的效能 還有就是 我們今天到底是 減P-Trade 還是 減L-P-Trade 還是減P-Trade 它一樣會影響 就是 B-Plus-Tree 的建立 好 先看第一張圖 第一張圖 它是 呃 把Snappy 關掉 呃 不是 有WithSnappy 這邊講錯了 它是WithSnappy 那 在比較 跑比較慢的B-Plus-Tree 上 它要 15秒 可是如果把 Snappy 關掉的話 它只要 8.25秒 就是在 博新的電腦上 跑出來的資料 好 那我們接下來 看 P-Trade 或是 L-P-Trade 用 WithSnappy 這張圖看好了 它如果是 減L-P-Trade 跑出來會是 8.25秒 可是如果 改成 減P-Trade 它會是 8.679秒 感覺起來差不多嘛 就是只有 差0.4秒 不過如果在我自己的 電腦上跑的話 速度會從 15 呃 17秒的 變成只有15秒 好